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8日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伊德代仰 大家好 和我家陳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我們之前一兩天說過 加拿大,即阿柱都 講的講到信誓旦旦 就是會對 一定可以補足到我們的疫苗要求 點點點不斷在那裡吵 但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根本到處都說不夠疫苗用 在那裡吵了 現在披露的事實和事件 越來越多 我們在那裡想補充一下 首先就是講 現在我們這個聯邦創新部長叫做雙鵬飛 他接受了一些電台訪問 說喂,現在的疫苗基本上是不夠用 到底裡面的條款等等 是不是有什麼狡猾呢? 有人問他 他說 而且說 喂,是不是應該要公開這個合約條款給大家知道 你經常說簽約簽約 到底你們簽了什麼約? 為什麼加拿大說就訂了有4比正常人口多4倍 511%人口的疫苗 全世界最多的了 為什麼現在就永遠收貨收不齊呢? 反而美國就這樣出 這種情況呢 英國就這樣有 好,那你身為大客戶,為什麼你什麼都沒有呢? 這樣說 是不是合約條款有問題? 這樣說 這個部長就在節目裡面說 其實呢 我們這份合約 經談判以非常有利的基礎來達成的 我個人認為呢 從我們一開始這份合約 就有透明度的了 但是這些合約大家都知道 有些敏感內容的嘛 這樣說 其實歐盟呢 在上個月就公開了 它和阿斯利康的合約 裡面有些內容是經過處理的 而美國方面也都公開了 它和莫德納和輝瑞 BioNTech簽訂的合約 暫時只有這兩間公司的疫苗是 獲得使用的 就是給利用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我們之前說過 這兩款疫苗現在走的數字 甚至到加拿大的接種率 是落後於全球排第34 那究竟怎麼搞的? 那阿朱都其實在先兩天都已經說了 我和約廠的高層保持聯絡的 我細神砍完 和大家保證 下個月底我們就會收到 600萬劑的了 但是兩間藥廠加起來600萬劑 不是每間600萬劑 其實是飽水車身 但是即使它不斷說 現在那些反對黨就是說 你加拿大做得很差 現在那些省裡面接觸中心的疫苗已經用光了 所以現在那些反對黨 新民主黨就已經說了 喂!你聯邦政府 麻煩提高透明度加強問責 提高信用 在現在國家 現在變對危機的時刻 建立公信力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它說 喂!既然是這樣 你的訂單裡面是說什麼的 就探出來吧 是呀! 探出來說 疫苗負運時間表 Time Time table 是不是? 路線圖 弄個出來看看 而另一個大襯家 聯邦保守黨也找人出來罵 你盜魯多 是不是應該要跟那些廠商再聊天 那就是直接是 叻叻他們說 喂!你們現在交貨池對我們應該很大 那其實加拿大呢 簽訂了疫苗合約有七間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現在有一間 其實有七間 而新近這個聯邦政府 也都是向他們招手 喂!你不如在我這裏開廠 行不行啊 這樣說 那結果幾乎是全部拒絕 除了其中一間叫Novafax 這間之外 其他全部是拒絕的 而Novafax這間公司 也都講到明 我們今年秋天就已經可以幫你開的了 這樣說 那當然是可以就最好了 但是其他那些呢 其實就很討厭的 他們怎麼說呢 譬如阿斯利康那些 直接是跟加拿大政府說 政府自己都這樣說 找個人出來說 製造商審查了加拿大的環境和資源 得出的結論是 在去年8月和9月簽訂合同的時候 加拿大人製造疫苗的行力其實是很有限的 加拿大本土投資生產這個貨物 就是這種疫苗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證明它可以生產到 這樣說 兜巴掛了加拿大 譬如說英國、美國、莫德納 或者瑞士那間叫 其實都跟加拿大簽了10年的生產合同 阿斯利康同時間都是找巴西、中國 中國、巴西、墨西哥、澳洲、印度 大家都知道去生產 但是就不是在加拿大生產 所以當那些人也走去問阿斯利康 為什麼你不在加拿大生產 你可以去中國生產 巴西、印度生產為什麼不行呢 竟然阿斯利康的人就說 我曾經跟你加拿大政府接觸過的 但是我審查了你們的能力之後 要保證疫苗在加拿大獲得供應的話 靠用現在這個供應的生產供應的方法 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就是又是一巴掛下去說你加拿大不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一個說法的 就是阿斯利康隱約就說 你加拿大給多些退稅優惠 我就在這裡開闖了 這個是一個傳言 就是說你加拿大 跳草群好了這幫人 是啊 為什麼我們的藥這麼久都還沒到 為什麼你不在我那裡開廠 你收了錢 你簽了 你不給稅務優惠我不在你那裡開廠 現在呢 只有一間在美國生產 一間美國的廠叫Novafax 是簽了在今年開始建廠 說夏天呢 不是今年秋天才可以提供到 提供到這個廠房 這樣說 今年秋天 我是現在懷疑的 就是你不斷說就說今年秋天可以 那而有另一間公司 也都是獲得這個 清雷的 就是加拿大在BC省 一間叫Nona System 是本地生產疫苗商 他們也都在這個星期就說 說得獲得這個聯邦資助 2500萬 是建一間新廠房 這樣就建一間有5000萬的疫苗工廠 預計2023年就可以投產 2023年 這麼久啊 後年啊 不是明年啊 是後年 老實說你說Novafax 這間工廠可以在加拿大起 現在已經說3月起 6個月後 9月起 可以提供疫苗 我是已經打過頭 有沒有這麼 第一我是不信的 正如楊天命說 快到你不信 我已經說是不是很流 還說可以起到240萬劑 不是2億4千萬劑 你行不行啊 可能可以這麼快 我是懷疑的 現在另一個更誇張 這樣搞法呢 就是令到很多人 就是加拿大人 現在是被人罵的 因為他自己已經買了 人均9.6劑的疫苗量 但是其實一劑都得不到 現在已經損工 損貨 他甚至 我們都提過了 他向COVAX下手 就是全球獲取疫苗機制 是世界衛生組織主導 協助全球疫苗共享組織 現在加拿大 現在加拿大 是否可以拿大 是否可以拿大 我一般的資金 說了 是要留下疫苗給我們 我們用的 我們一向都是 資助大家拿疫苗的 這樣說 捐了這些錢 就大約是可以去到 190萬到320萬劑 結果現在真的被人罵 當有些人去質疑 你這個COVAX計劃 是不是比較差 結果有些人 就是為了加拿大打完搶的 就是收了人錢 要打完搶 南非各方面的倡議人 南非各方面 就走出來護航 為加拿大 這個COVAX計劃 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就不是一個可以持續的解決方案 就是說長範難顧 那好像加拿大這些自費國家 既然捐了錢參加了 是否應該獲得優先呢 其實這個系統的運作 不是考慮大家的需求 只有誰給多些錢 是不是 這樣說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必須要這個機制 如果是給多些錢的話 就可以拿多些 這個機制就是希望可以公平的分配 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就是有個劣勢在這裡 那個劣勢就是他們沒有那麼多資源 去和這些以發展國家去爭奪這些疫苗 而這個機制就是 刻刻就可以幫助一些發展中國家 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 連一劑都拿不到 每個人都叫救命的 而你們 比較富裕的國家 食相這麼難看 要爭吃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唯一能夠真的可以 實實在在在可以提供到一些 實際的支援 看法都是要靠中國 我目前的看法 對於加拿大現在做這些事情 結果有一個無國界醫生走出來 抹擦他 無國界醫生的人道主義事務顧問 Jason Nickerson就說 你加拿大用這個COVAX項目 是會破壞了 我們原本可以向更加有需要的人 運送疫苗的能力 原本疫苗可以給低收入國家的 高風險人士、人群所使用 但是現在就給加拿大 給你低風險的人接受疫苗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你黑衣鬥拿飯吃 是的 但是加拿大本地的人就問 喂你整張 整張 人家歐盟、美國都整張合約來看看 你是不是都要整張合約出來看看 我們是否被人玩笨 我相信可能加拿大 我不知道 還是不要評論了 就是可能 開頭就說我訂你這麼多貨 你遲些給我行不行 或者你早些給我行不行 結果都是仰衰衰 現在 其實現在是 所有人都很難頂的 安省沒有了15萬份工 全國沒有了21萬份工 下個 下個星期 可能某些地區會開城 就在年初一 某些地區會開城 接下來有一個好些的大年初一 但是據說我這邊 大多倫多地區 是要到22號才開城 但是都不知道會不會延長 但是已經有250個商戶 就已經站出來 說我們會犯禁 怎樣都要開 頂不順 當然 暫時的輿論 都仍然是指向這一幫違規的人 比較好 這樣 另外 有些騙徒 也都走出來 藉著說自己是 騙人說我自己是衛生幫 我要拿你個人資料 這樣說的 這樣錄 就是用虛假的電子 電子郵件給你一個假的電郵 就說我是衛生幫 我就希望獲得你個人資料 怎樣怎樣 然後拿了個人資料做些壞事 這樣的 用它這些這樣的方法 到處都已經有人走出來找食 它的方法很簡單 弄一張電郵給你 就說你是一個 我們知道 你中了毒了 我們是政府的承包商 就幫你消毒 你買了消毒劑 大塊的塞上門 這樣的話 這些是法國爛財 法國爛財 據說他們就 扮作這些機構 就騙了20萬 10萬 哇厲害 疑握 這些疑握 其實 其實是 因為經濟不好 出來賺食的人越來越多 賺食多 沒錯 這個也是事實 其實加拿大現在這樣 處都說六百萬劑 其實是杯水車身的 安省人口都一千三百萬 如果你一個人要打兩劑的話 就要二千六百萬劑 你只有六百萬劑幫得多少 幫不了 幫不了 現在唯一 唯有等 處都到現在說都是 九月所有人都能夠打得完 對 到時候他先拖著 到時候 左拖又拖 最後拖不拖 不過他說 2023年才建好廠外噴飯 並且現在是被人困 還要被人困 你加拿大 不夠格 他開廠 我們大藥廠 不會跟你開的 真的被人兜瓜瓜 下來 很多感覺他有點收家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這樣 是的 我很希望快點開回城 都是說的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訊息 會再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要自強 齊抗疫 齊抗疫拼經濟 好了 多謝大家收聽 回來再會講其他話題